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支在保养品界 已经热销非常非常非常久的一个商品 是什么呢 就是雅诗兰黛的特润超导修护露 为什么我敢说它已经红了很久呢 是因为在自己小时候 还完全没有接触保养品的时候 那时候跟妈妈一起去逛街 妈妈就已经在开始关注这个商品 而且以前的那个年代没有网路 到了周年庆的时候呢 就会收集DM 然后留意这个商品有没有推出什么样特价组合 要及时抢购 所以就知道它真的是热销很久很好用哦 最近呢 雅诗兰黛推出了一个星光限定版 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大概15公分高的纸盒 然后打开来 这个商品 稳稳的坐在里面 好像坐在宝座上一样 然后这个纸盒的后面有一个开关 只要轻轻的一拨 就会有光线从这个 镂空的星星图案里面透出来 有没有觉得很疗愈 就是想象一下 在晚上 洗好澡 然后 这个 洗好脸卸完妆 坐在化妆台前对着它 然后就看着这个星星的图案 超疗愈的 然后满足一下 熟女的少女型 那这个瓶子呢 它因为是棕色的 所以大家给了它一个很亲切的绰号 叫做小棕瓶 今天会跟大家分享 像我这种偏干的皮肤 那使用小棕瓶的心得 另外我们也会介绍 在保养脸部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按摩手法 那不但会让 这个保养品的吸收更好 也可以让脸部的血液循环变好 那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 一起看下去哦 首先一开始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包装 那为什么要选择 用这个咖啡色的瓶子呢 而且是深咖啡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 是不太透光的 那就是因为 这样子的一个深色材质 才能够保护里面的精华液 不要受到这个光线的破坏 那可以使里面的内容物 能够更加的稳定 再来就是它 挤出的方式 是滴管式的 那这个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方式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滴管它还有一个弧度哦 弧度往下 这个就是可以方便在取用的时候 它是会让这个精华液 珍贵的精华液 稳稳的往手心上滴 因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经验 如果是 按压式的 我常常 手在这边接 只有它喷到旁边去 就是常常会发生 那像这个就不会 就是很容易的 可以 锁定自己要的份量 然后把它挤在手心上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像这样子的取用方式 因为它的这个口不会接触到我们的皮肤 所以相对来说它也是一个比较卫生的方式 不会沾染到油脂或其他的细菌 那如果使用比较长的话呢 也能够维持这个里面 精华液的稳定跟清洁 为什么会觉得小宗品好用呢 是因为它的功能 我觉得其实是 非常全面性的 它从这个安定肌肤 然后到保湿 到抗老 都非常能够 透过它就一起完成 那像我的皮肤偏干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 常常都有 干到会有一点 发痒的那种感觉 那小细纹也很容易跑出来 可是只要透过小综瓶 其实那个感受是蛮明显的 只要在洗完脸之后呢 把它这样擦上去 那那个皮肤会有那种 干到紧绷 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就会慢慢消失了 那有时候因为很懒惰嘛 可能连续两三天 都忘记 或懒得 擦保养品 那可是隔天可能突然又有 聚会 或有其他聚餐的场合 那皮肤需要急救 怎么办勒 小综瓶也是 很好的一个急救的东西 只要稍微取 多一点的分量 那把它全脸这样子 很湿润的敷上 那皮肤马上就会感觉到 又恢复那种 保水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让我非常紧张的时刻了 因为我要去卸妆洗脸 为什么勒 因为就是要 素颜 然后使用小综瓶 搭配按摩的手法 来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哈喽 我现在是洗好脸 擦好化妆水的状态 那等一下就要使用小综瓶 搭配按摩的手法 来进行保养 首先先取出 大约挤在手掌心 是一个10元硬币大小的份量 大概像这样 一个10元硬币大小的份量 那因为今天要搭配按摩 所以用量会比较多一点 首先可以先 双手 合十 让这个精华液在手中加温 再来就把它均匀的 附在脸上 进行 轻轻的按压 那这个按压的动作呢 可以让精华液 更 容易被吸收 按压完之后呢 就开始依序由内 往外 轻轻的推展 这样可以帮助 脸部的血液循环 让七色变好 最后是在下巴 往外 到耳朵 后面 接着我们的额头也是 用画 弧线的方式 慢慢的 按摩 再一次 从眼睛 眼皮 眼睛下方 往太阳瘦 往太阳瘦 最后在太阳瘦的地方停三秒 再带到耳朵后面 这时候可以利用手中多余的精华液 按摩一下锁骨 这样就完成了 我说 我说 我说